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义慧 来自诗屋的台湾长荣大学女大生钟晓琳 在2020年遭男子梁玉智掳走性侵杀害 台湾高雄桥头地方法院 今早依性侵未遂 性侵杀人 抢盗杀人 遗弃尸体等罪行 一省宣判梁玉智死刑 不过全案仍可上诉 法官提出五个理由 将梁玉智判处死刑 法官认为本案有预谋且有计划犯罪 并非临时起义 而且犯罪手段残忍 也未见毁意 重犯几率高 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大 崇晓琳的父亲今日受访时说 只是一省判决 希望司法程序能尽早结束 因为这对家属而言是煎熬 至于钟晓琳母亲则说 这个死刑是他所诉求的 所以他满意这个判决 不过他也知道还有第二第三审 一切还言之过早 沙大医药级卫生科学系副教授赫尔米表示 12岁以下儿童未接种或不完整接种冠病疫苗 是导致儿童感染冠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没完整接种冠病疫苗之外 其他原因还包括社区活动 正值学校假期 以及Omicron病毒几度容易感染 他说虽然多数儿童确诊后只出现轻微症状 甚至是无症状 但儿童染疫后还是有可能引发多系统炎症中和症 进而导致死亡 因此他呼吁家长即刻带孩子接种冠病疫苗 加强保护 同时在Omicron病毒肆虐期间 民众受处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带孩子外出 以降低染疫风险 沙拉叶今日新增1316宗万病确诊病例 同时也通报两宗分别来自西连及古境的死亡病例 死者均为女性分别是84岁及55岁 生存均有病史 今日新增的病例中古境占531宗 梅里158宗 明都鲁106宗 其余35个线的确诊病例则是双微数及割微数 换个焦点 昨晚8点多在梅里山顶花园的路段发生一起事故 年约30岁的警员驾驶霍卡 失控撞向路边美化树 被发现时已丧命 于死者左腰部怀疑受枪伤 警方将进一步调查此案 不过目前案件列为突然死亡案查办 死者身上的背包还带有执行任务时所使用的配枪 事发后 社交媒体流传发生枪击案等多个版本 对此 梅里警区主任哈奇米助理总监 呼吁民众不要散播不实消息或任意猜测 否则将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 另外目击者或执行者可到邻近警局 协助调查或联系查案官Muhammad Friedaouz 电话号码为085-433-730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栋梱者的声》 understanding 快点 你 闭绘? 2022 akan dikeluarkan mengikut jadwal ditetapkan walaupun periksaan itu ditanggungkan beberapa kali sejak tahun lepas study at Sunway College Pitching and let us take you overseas